两名兄弟怀疑在家起争执 哥哥被弟弟刺死 那另一名兄长事后竟然报假案 隐瞒这起杀人事件 两兄弟今天被带上法庭面控 涉嫌杀死哥哥的弟弟被控谋杀罪 而隐瞒真相的另一名哥哥 则被判罚款1500令吉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两兄弟怀疑在家发生争执时 弟弟刺死哥哥 今天被带上居邻推市庭被控谋杀罪名 根据控状 这名未成年的18岁少年 被控在8月7号早上10点左右 刺伤23岁哥哥的心脏 导致哥哥死亡 抵触刑事法典第302谋杀条文 被告只是点头表示明白控状 但是并没有记录显示他是否认罪 在等待解剖报告出炉的同时 案件定在9月26号过堂 与此同时被告另一名26岁的哥哥 因为报假案被法庭判处 1500令吉的罚款 根据控状 被告报假案隐瞒真相 致死者在养羊场工作时跌倒受伤 抵触刑事法典第182提供虚假情报条文 而被判罚款 镜头转向柔佛先生 一名保姆被控舒服照顾两名婴儿导致他们身体受伤 今天被法庭判处4万令吉的罚款 执行两年良好行为的契约和1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工作 根据控状 28岁的女被告奴鲁 被控在今年3月 在新山利宁镇舒服照顾分别为11个月大的女婴和9个月大的男婴 造成他们受伤 抵触2001年儿童防护法令第31-1-A条文 每项控状被判罚2万令吉 同样在新山推示亭 一名6岁女童怀疑遭生母前男友虐待 导致女童的脸部和嘴唇有抑伤 29岁的嫌犯今早被带往法庭 或推示原准严控5天到8月19号 根据警方的消息 6岁女童的母亲在昨天上午10点39分向警方报案 指她的孩子在甘巴市甘榜西纳兰巴鲁的住家内遭到虐待 警方在晚上11点左右 在新山地区逮捕涉案的29岁男子 警方目前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 第31-1-A条文调查案件 一旦罪成将监禁最高20年 获罚款5万令吉或两者兼施 一名十五岁中学生 不满女友与别的男姐疏络 竟然召集一群朋友 围勾一名守护寸铁的少年 视频在网上传开后 警方逮捕七名涉案的中学生 被捕的七人年龄介于14到17岁之间 新山法庭允准警方严扣七名 未成年嫌犯两天到8月16号 根据一段长59秒的群殴视频 大约七名男生为殴一名男生 施暴者有的是用拳头 有的用脚踢 有的甚至飞身压住受害者 警方在昨天下午4点左右 接获事件中的15岁受害者的投报后 逮捕涉案的七名在即中学生 感谢您的声音 我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